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导 坐 怎么样 招了没有 这嫌犯已经承认人是他杀的了 但是具体过程还在交代 态度倒是挺配合的 死者是他朋友 据他说是因为债务纠纷 一时冲动 失手杀了人 这人脑子有病吧 这个脑子是正常 还是个律师呢 律师 对 他叫张超 是个律师 开了家律师事务所 他本人是专阶刑诉案的 好像在行事还挺有名气的 刑辩律师张超 这个人我有印象 去年我们有起案子移交检察院 嫌犯找了他当辩护律师 听说变得挺好的 最后法院判了个刑期下限 靠在检察院同志们一肚子气 他杀了人之后 把尸体带到地铁站做什么呀 刨尸 刨尸 带到地铁站刨尸 对 他想坐地铁呢 去这个萧山的乡湖 到那儿 把这尸体连着箱子 一块扔进湖里 不是 他为什么不开车去 这个事吧 就有点复杂了 这个张超呢 是在他的一套房子里 杀了被害人的 杀人之后 他很害怕 在房子里待了一晚上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他准备去萧山相互抛尸 抛尸前他喝了很多酒壮大 结果他这人酒量不太好 喝多了 不敢自己开车过去 怕出交通事故 毕竟酒驾被查之后啊 一定是连人带车 一块被带走的 箱子里的尸体呢 马上就会被曝光 所以他选择打车 恰巧就是 那个时候 他坐上出租车之后 开到地铁站附近的时候 出租车 被一辆车给追尾了 这俩司机吧 都说是对方的责任 就叫交警来处理 他把这交警赶过来啊 发现了箱子 就借口有急事 从后备箱里 抬出箱子就先离开了 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想到 地铁站还在试运行 猜想这安保 可能不是很严 就想混上地铁 一路坐到相互抛尸 结果在安检口 就被保安拦住了 他心里一害怕 掉头就跑 结果被保安和民警 赶上来围住了 那他为什么在地铁站 一会儿说有杀伤性武器 一会儿说箱子会爆炸呢 他那个时候 酒劲上来了 这脑子呀 不太清醒了 心里害怕 箱子被民警打开 惊慌失措之下 就开始胡言了 现在吧 他酒道醒了 说对地铁站发生了一切 只记了个大概 他是刑辩律师 对我们的调查工作 应该很了解 对他说的话 不能全信 别让他钻了空子 他交代的笔录 和后面的证据 要一一核实 这样子 我们要快点结案 今天是杭市地铁站 第一次停运 记者都快把公安局 给挤爆了 市政府也打了 好多个电话催促 上级要求我们 用最快的速 向社会通报案件 好的领导 法医呢 今晚就会出事件报告 案发现场 已经派人初步去看过了 等明天白天 再派人仔细勘察一遍 和他的口供一一比对 看看有没有出入 顺利的话 三四天左右 就可以结案了 好 审讯室里 张超一脸垂头丧气 目光里透着 无助 语气也是有气无力 似乎对目前自己的遭遇 深感绝望 你当时用绳子勒死死者的时候 同时用绳子勿判 就算收拾了 孩子们 就算了 自己的遭遇 听事件 帮助 能绳子勿判 地下 适温 感谢观看 他是刑辩律师 清楚流程和政策 希望求取轻判 他也被带回了案发现场 指认了现场 找到了凶器 法医拿出尸检报告和物件报告 与嫌疑人的口供 一一进行了比对核实 各项证据与他的口供完全吻合 所有证据链齐全 其实这本是一期 稀松平常的凶杀案 只不过引发了航市地铁 自开通以来 首次因突发事故而导致停运 现场又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者 看到了箱子里的尸体 所以连日来 这个案子一直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新闻媒体们更是天天往公安局跑 追踪报道案件背后的真相 为大家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为此 夏城区公安分局在几天后 特别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公布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嫌疑人叫张超 曾经是大学里的一名法律系老师 后来辞职当起了律师 他对整起犯罪供认不讳 并且深感后悔 死者叫江阳 曾经是金氏检察院的检察官 他和张超相识十多年 大学时曾经是张超的学生 毕业之后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不过江阳为人不端 当检察官起见 不仅收受他人贿赂 更是向他人所惠赌博 并且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因此前妻多年前与他离婚 他也随后被人举报到继位 后经查实 被判刑入狱三年 出狱以后 他借口工作家庭不顺 经常跑到杭市找张超 张超对这位十多年的老友 很是热心 他父母前几年过世后 留下了一套市区的小房子 他免费提供给江阳居住 还一直劝他振作起来 找份像样的工作谋生 江阳也表态要重新开始人生 他说看到前妻独自带着孩子租房住 实在是不忍心 就向张超借了三十万 说要回金市买房 与前妻复婚 再做点小生意 好好过日子 张超很大方的借给他钱 可是过了一个月 江阳又再次向他借钱 张超心中起疑 找江阳前妻打听 前妻却说 根本没有听说江阳说过买房的事 更没说过复婚 在张超的一再追问下 江阳只好承认这些钱是被他赌博花完了 张超大怒 要他还钱 江阳不但不还 还想问他再借钱翻本 两人多次发生争吵 甚至还动手 就在案发的前两天 两人因打架惊动了派出所 派出所里还有出警记录 终于三月一号的晚上 张超再次去找江阳 两人争吵中又动了手 张超一时冲动 用绳子将江阳勒扯了 事后张超深感恐惧和后悔 但是没有自首 试图逃脱法律的严惩 第二天张超决定前往 萧山湘湖抛尸来掩盖这起命案 因抛尸前喝了不少的酒 他不敢自己开车 于是打车 结果出租车与其他车辆发生刮蹭 情急之下 他拖着箱子跑到了旁边的地铁站 在醉酒和恐惧的状态下 发生了后面的事 小区门口的监控显示 张超于三月一号晚上七点 开着自己的座驾驶入小区 随后两人在房子里 发生了冲突 江阳死于当晚八点到十二点之间 是被人从正面用绳子围住 机械性窒息而死 凶器绳子上有大量张超的指纹 死者肢间里 有大量张超的皮肤血液组织 张超的脖子手臂等处 也有相应的伤痕 第二天张超抛尸 坐的出租车也已经找到了 司机的口供也与调查完全吻合 案子很简单 新闻发布会很快结束 但记者们还不满足 希望能采访到凶手 了解他的想法 警方商量后又征求了张超本人意见 他表示愿意接受采访 警方便安排记者隔着铁窗采访 几个问题的答复和发布会的内容差不多 当被问及是否悔恨时 张超停顿片刻 很平静地面对镜头 表示自己没什么好后悔的 这句话没有引起任何人警觉 新闻也照常播出 一切热闹的新闻在几天后 就消费尽了大众的新鲜感 这条新闻也不例外 很快人们再也记不起 在铁窗那头接受采访的张超 以及那一刻他有点古怪的眼神